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最后就会去到一个日本先为人知的城市土浦市 看看日本三大烟火会之称的土浦烟火大会 当中的部分画面都是由iPhone 15 Pro Max在极低光的环境之下拍出来的 如果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要看完这段视频 还有最重要要订阅这个频道 首先在我们出发之前 当然要检查一下有什么器材我们要拿出去 第一样当然有这部iPhone 15 Pro Max 这条片的主角 接下来也会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运用它去拍片和剪片 而第二样就有我手上这一支Insert360 Flow手机稳定器 如果大家想做一些夸张和稳定的运镜的话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第三样就有SSD 大家都知道这一代Apple Lock的File Size是相当大的 而这一代的15号也可以让我们直接录影到SSD那里 我们当然也要善用这个功能去帮助手机的容量 那说完拍摄器材和要准备的东西 现在我们立刻出发 带着iPhone 15 Pro Max去日本拍漂亮的视频 我们第一站就会来到对于各位少男少女都很有吸引力的元宿 这次不会和大家去买东西去购物 反而是要告诉大家 正确的iPhone 15 Pro Max拍摄设定 来到元宿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景点 除了名字神功之外 其实在街上拍摄日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正确的拍片设定 对于我们要拍到最漂亮的画面来说 当然是不可以划决的 如果你是想随便拍一些自拍 或者是送给女儿的话 我估计你可以禁止了这一部分 首先如果我们想在iPhone 15 Pro Max拍到最漂亮 和最似相机的影片 一定要用到Apple Lock 一个Apple全新的色彩 Apple Lock和其他专业相机的Lock是一样的 会令到画面变得更加灰尘 从而去保留光位和暗部的细节 我们拍片一定要尽量追求多一点的色彩资讯 和一个比较高的动态范围 我们拍出来的视频才会漂亮的 所以这个Apple Lock的功能 可以说是iPhone 15 Pro Max里面 最大的最大的拍片武器 要做到我上述的东西 我们就要去到设定 相机 然后选择格式 去到最下面将Apple ProRes开启 再在里面选择Lock 它的好处其实我之前在功能介绍的影片里面 都说过 它可以帮我们在后制调色的时候 发挥到最大的用处 除此之外也可以减低影片的锐利度 因为我们用iPhone延伸相机拍出来的视频 其实是会有少少后期加工的感觉 这个Apple Lock就可以帮我们减少这件事 去做到一个和相机相似的效果 虽然用Apple ProRes Lock去拍的视频 可以说接近完美 但是它的File Size其实是相当相当大的 是大到有点不合理 所以之后我就会给大家一个绝密的方法 去直接将视频容量降低 如果想知道的朋友 一定要继续看下去了 现在就会准备进入这个日光市 准备上去这个伊丽波那里 看看究竟那里的红液多不多 之后要留意的就是相机的曝光了 因为单靠相机的辞印是不足够的 有一个正确的曝光 我们才可以拍到一些美好的视频 Apple Lock并不同我们iPhone普通的色彩 因为Lock的色彩是会更加容易起声音的 所以我用它去拍片的时候 多数会Under Expo大约一个stop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其实手机有机会会自动推高ISO 从而产生更加多Noise 去影响我们画面的解像度 尤其在光线不充足的情况之下 就会更加严重了 如果你觉得iPhone内置的App是不方便的话 你也可以用一个叫做 Black Magic Camera的相机App 它可以给大家在曝光方面 有一个更加大的操控 你们可以自己手动去调校里面设定 从而锁定iPhone的曝光 在这里也可以顺便回应用量的问题 其实在Black Magic Camera App里面 还有一个相当相当厉害的功能 它就是可以拍到 File Size更加小的Apple ProRes 422LT 用它拍一分钟的4K25架 Apple Lock其实只是用了1.5G再有 据比起iPhone 15 Pro 原生的ProRes 422HQ的6G 是小很多很多的 而在画质方面 它们的效果都是相当相似 我就看不出它们有什么大的分别 所以在这个车里面 其实我有九成的Apple Lock片 都是配合这个Black Magic Camera App 去拍出来的 就帮我省下很多的手机用量 如果大家想看更加多这个Black Magic App的朋友 记得在留言里跟我说 我会考虑一下 这条影片专讲这个App 但在现在我们就要看下一步 我们究竟要做什么 大家也知道平时出去旅行 带很多很多的器材 这条影片跟大家说的 就是一些轻便一点的器材 所以这次也选择了这个轻便一点的包包 就是由香港品牌 Warrow Bag赚了的 Umago Stack 22Lit的背包 阿Ron 为何你这次不用相机包 所以反而用这种生活风格的背包 其实原因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 就是因为它同样够多功能 够大和够型仔 都是很轻 和以往我用的相机袋 最大的分别就是 它用了一个环保的物料去做 内型英俊就不在话下 最适合我们这种外貌协会的用家 它有很多个间隔 给大家放置物品和器材 在袋子的顶部有一个compartment 在这里我会放Insta360 Flow和SSD 一些在我这个trip里面 比较常用的配件 袋子的正面也有一个很大的袋间隔 给我们放置其他一些拍摄的配件 除了大家可以很方便的 拿到一些器材出来之外 它的收留空间也很足够 而在袋子的两侧也有一个间隔 给大家去装水樽或者一些小的脚架 再打开袋子的中心 有放到16寸MacBook Pro的器材 再放一些就有拉链袋 给大家放一些贵重的物品 其他那几个比较小的转物袋 我平时就会放一些时兵的配件 例如电池、镜头部等等 全个袋子的容量 都足够我放一部mini 4 Pro 连起来的机袋 再放一部ZV-E1 和其他配件进去都是足够的 最后在袋子的背面 其实也有一个隐藏的袋子 给大家放一些贵重的物品 两条背带的物料 其实都是挺厚和挺柔软 就算我们放一些比较重的物品 例如我刚才说过的一些器材 背上的感觉 都会比我们用一些 传统的相机袋更加轻 如果大家对这个 由香港品牌推出的 Morobag 22D Backpack有兴趣 不妨去到下面的视频 用我的优惠码 RONXUMG SB20 还会即时有个八折的优惠 给大家 记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在下面的链接 进去看看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到日本的土浦市 其实这次呢 就会和大家来看这个 日本是秋天的 其中一个烟火制 接下来 就会带大家去看看 究竟日本的烟火制 有什么活动 以及究竟那个场景是怎么样 之后大家要注意的 就是拍摄的时候 那个镜头选择了 在15 Pro Max上面呢 有超广角、广角和远摄镜 三个完全不同效果的镜头 这三个不同的镜头 亦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何我今次会带这部相机出去 而不是带我平时永远的 无反相机 和一些又大又重的相机镜头 那我们现在进到会场 现在呢 就快就会开始这个烟火大会 那刚才呢 一直走呢 其实呢 都见到店铺 每一间都排了 起码每一间都要等 5至10分钟才可以吃 我们就选一间 快快脆脆的 买了多一点食物 那就回去 那你听到后面又在爆 那其实呢 未开始的 现在应该是试一试 究竟那些烟火可行吗 如果不行的话 很大剂 你看后面又在爆 那首先 13mm的超光光镜头 我多数会用它去拍全个大环境 去告诉观众知道 究竟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24mm的主镜头 我就会最经常去用 因为它的感觉和入光量 是最大的最大的 所以在不同的场景 就算是夜晚 其实它都可以维持到一个高画质 最后120mm长焦镜 我就会用来强调一些画面 去给观众更加清楚和注视 我想告诉他们自己的一些资讯 所以如果给观众更加了解到 画面所发生的事情 就要认识多些和善用多些 iPhone 15 Pro Max上面的三个镜头 做一些不同的效果 帮你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去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如何去处理iPhone 15 Pro Max的Apple Lock影片 因为我们用的Apple Lock所拍的视频 都是比较暗和灰尘 所以一定要经过后制调色去处理 如果你有看我之前iPhone 15 Pro Max 那几条视频 应该都会知道 我最近推出了一个个人的 专属电影感调色预设 令你一步到位 就可以用iPhone 15 Pro Max 创造出电影感的风格色调 当中有七个自然不同的色彩 和两个还原的色彩 让大家做到你喜欢的效果 有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我上一条在日本拍的一条Cinematic影片 全条视频都是用iPhone 15 Pro Max去拍 和用我的调色Pack去调色 现在我的网站正在做Black Friday的优惠 为期是两个星期 提供一个八折的超值优惠给大家 觉得合心的朋友 也不妨去下面Description那里看一下 因为那个网站其实真的剩得很辛苦 很辛苦的 用了我很多的时间 也用了我很多的精力 所以大家记得 就算不帮着 也去那个网站看一看 当是支持一下ROM Apple Lock的调色 有两种方法 当中第一个就是电脑 而另一个就是 有很多观众都问过我的手机调色 首先就有电脑口制 我会用的Software 就是叫做Davinci Resolve 这个是我现在最常用的剪辑软件 首先我们就要把我们要用的影片 倒进去这个Software那里 然后呢 就把你们的影片 倒进去Timeline 之后要做的东西 就是去到下面Color那里 那里 我们就可以进行调色的了 大家可以在左上角 看到一个LUT的位置 大家把我的LUT 倒进去之后呢 按下去 然后选择ROM Signature LUT 你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看到不同颜色的Preview了 在这里 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在这个Note那里 先按一下 然后呢 按Option S 新增多一个Note 再把 你想要的食物 倒进去里面 那大家呢 其实已经即时看到 效果已经是相当不同的了 立刻令到你们的影片 增添了一份色彩 有些朋友可能不喜欢 效果是那么强的 那我们可以去到下面这个Key的位置 按进去 然后呢 在Gang那里 调低一点 那即时呢 就会没有那么强的了 这个效果 那然后呢 我们也都可以调校光暗 那调校光暗呢 我们就要在第一个Note这里 按下去 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Color View 很快地讲解一下意思 Offset 就是总体的光暗 Gang 就是比较光的位置 之后Lift 就是比较暗的位置 那这个都是一个比较简单 和入门的调色操作 我之后呢 应该都会出一条更加详细的教学 教大家如何在Dafinci Resolve那里调色 那些朋友可能会说 我没有买Won的Lift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呢 现在在网上都越来越多人 推出了这个Apple Lock的还原Lift 我相信很多都是免费的 还有好像苹果自己呢 也都有推出了这些还原Lift 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资源 但是呢 这个还原Lift的色调呢 当然是会比较普通 就例如好像画面这个 那样 那就是出回正常的色 那就不会有我的Cinematic Lift 那么漂亮 和那么有电影感 那之后呢 就会和大家看看 如何在手机那里调色 那我会用一个叫做3N的App 那这个App我都找了很久的 那它是可以用到Lift的 那首先呢 我们要在右下角点击加好 然后新键展辑 在这里呢 大家就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Video 然后导入去 那之后要做的事呢 就是在左下角 雷镜这里按一下 然后按添加文件 那大家可以不用不同的方法 把这个File扔到iPhone那里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选一个 自己想用的Lift 其实呢 我之前已经用了不同的方法 去导入这些Lift 所以呢 大家看到下面是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 那我就 选一个 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你的影片呢 就由本身 好灰尘的Apple落 立刻变成有颜色的调色的了 除此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调整它的光暗 操作是 会比起 这些Davinci Resolve呢 更加简单 更加适合新手的 不过呢 它做到那个调整呢 就没有Davinci Resolve那么多了 一定是有少少局限的 因为它始终都是手机 除此之外 也可以调教强度的 是的 完成之后呢 大家在右上角就可以导出影片 就是这么简单 那这次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日本看烟火制 其实全体验都是相当新鲜的 有变于香港华丽的一些烟花 日本的烟火制 带到给我的 是一种脱俗的感觉 而烟火的设计呢 其实是很有心思 给大家可以欣赏到全个烟花 由发射 去到烟火散落的过程 而不是一味爆爆爆 嘩重吹重 所以我觉得它绝对带到给我一个 动人和浪漫的感觉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带到一家大小的 或者带到伴侣过来看看日本的烟火制 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 应该都会相当难忘 希望这条影片可以帮大家了解到 究竟怎样才能用iPhone 15 Pro Max 拍到一些有电影感的视频 希望我这个旅程 都可以给你们在一个繁忙的生活当中 找到一片小小的宁静 多谢大家看完这条影片 未来都会推出更多Vlog和教学 教大家怎样用iPhone去拍片和调色 还有更多旅游的内容 大家记得不要错过 最重要的就是订阅这个频道 再按旁边的小小小 我是Ron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